我们知道美国新界政府正在审视评估对外政策 希望美方的政策制定者能够顺应历史潮流 看清世界大势 摒弃各种偏见 避免无端猜忌 推动对华政策回归理性 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50年前基辛克博士破冰访华 中美两国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魄力 共同打开关闭几十年的交往大门 50年后的今天 我们应当本着对两国和世界负责任的态度 再次做出明智和正确的选择